那再來呢 因為今天我們會用到兩種 一個是什麼 淡機的軟體 一個是淡機的軟體 另外我們還會介紹一些雲端服務 所以這個關鍵字你一定要會 你們平常有沒有發現現在你要註冊一些服務 不管是軟體啦還是APP啊 或是雲端的服務 有沒有都要你的信箱 那你都用什麼信箱 都你真實信箱 你怎麼那麼壞 所以收到那個信箱應該的嗎 不是嗎 你就自己填了啊你就 那當然他就寄資料給你啊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你應該知道這個關鍵是要用的 你每一個網站你都是真心的 你騙人 怎麼可能你每一個網站都真心的 你偶爾有的只是說我暫時去用一下 借用你的資料一下而已對不對 你想說最好你不是要知道我來過就好了嗎 所以你可以打這個關鍵字叫拋棄式信箱 蛤 什麼東西接口號是嗎 我最常用的是10分鐘的 10分鐘之後自動消費就找不到你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註冊 像我們剛剛1號註冊 1號註冊 1號還不錯對不對 有網站是暗號嗎 那你如果是用標準註冊 他不是會寄一封信給你嗎 你要去收信 表示說這個信箱是真的有人用嗎 那你用這個拋棄式信箱 你看我一進來 有沒有馬上就取得一個信箱 幾分鐘之後自動消失嗎 那你要收發信件就在上面 有沒有 在這邊就直接收信 你就等一下他就寄到這邊來 那為什麼要特別跟各位介紹 因為我們今天等一下會有一些雲端服務 我怕你不是真心的 是不是我先幫你準備好 你要隨時分手 你就不要跟他說拜拜 他找不到你就好 這樣了解我 OK 那萬一如果你十分鐘之後還沒收到怎麼辦 你可以跟他講啊 神啊再給我十分鐘 我再用一下嘛 這樣可接受嗎 那你如果去我的那一篇blog文章 有興趣你看一下 就是 其實還有別的 還有別的就是 比如說最長的我有看到 比如說一個月的 就是你可以指定那個時間 我一個月用一個禮拜也可以 不然你這台電腦開一個月好 有點麻煩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就 不用擔心說 我會老是把自己的資料曝露在外面 這個是 我們先跟各位打一點點預防針的 就在這個地方 那至於下面這個 下面大師 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介紹就好 OK